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牵插很特别的植物 巧克力薄荷 它的味道很好闻 像糖果一样 把它放在院子里 放在阳台上 闻到的味道了 心情都很好 拿一片叶子 把它揉碎了 闻的味道更浓 现在我把这个头和尾剪掉 把尾剪掉 根剪掉是让它的根比较齐 牵它的时候不会烂根 然后把上面的那个叶子的尖部剪掉 去掉顶端优势 这样的话它分支就会更多 很快就爆盆了 那我剪下来的碎碎的这个小支 我也给它埋在土里 它遇到腿 遇到土 沾到水 有水它就活 很好照顾的 这个刚开始这几天 没有长根的时候呢 一定要每天浇水 完了保湿 这样它一定能成功 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千叉成功 我就两只三只的插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长起来的时候 更密集 盆栽更漂亮 你想闻味道的时候呢 都随时的时候 动一动它的叶子 都能闻到很好闻的味道 现在是春天了 正好发芽的很快的时候 然后呢 我就把它给 牵插在土里 如果没下雨都没有关系 我们每天有空的时候 给它浇浇水 看到分支长上来了呢 就剪掉一点 剪掉一点 很快它的分支多了 就一直往上冲 这个架子是我要让它 长高的时候 防止它倒的 支撑的 所以先就把它架好了 它就会一直顺着这个架子 这样往上涨 一百二十天过去了 我几乎是有空就给它浇点水 虽然它是比较耐旱的 但我想要让它活得快乐一点 我就给它有空浇点水 然后喷雾也喷一点 它就会更嫩更漂亮的 往上一直冲着涨 我每天看到了也很开心 好了我们这盆巧克力薄荷喷栽就完成了 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牵插这个薄荷在家里头 好朋友们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订阅和关注 再见